那我頭髮綁著樣在路上算蒙面嗎? 嗨 大家好 我是小狼 香港教育局所發佈的 禁止蒙面規例公文 你看了嗎? 今天小狼就幫大家整理一些優缺點 還有疑問給大家聽囉 任何人受規管的公眾遊行 或未經批准的集結時 使用可能會隱藏身份的蒙面物品 極俗犯罪 那我學姜希拿在路上算蒙面嗎? 我敷面膜在路上算蒙面嗎? 那我頭髮綁著樣在路上算蒙面嗎? 那我花了個鐘在路上長那麼床而被抓嗎? 會 人與人之間合理做法是不應該刻意遮蓋臉孔 因此學生在校內或校外均不應該戴上口罩 啊 原來教育局也都知道 正妹都喜歡戴口罩啊 如果這個法案通過的話 那些宅在宿舍的展覽 就為了想要看那些正妹的臉 就有動力去上課了 到時候就會因為蝴蝶效應的關係 增加了學生到效率啊 教育局 你們果然有前瞻性了 此原則適用於所有教職留言機在校工作人士 長官 且慢 你有所不知 根據英國官方顯示 前排同學的聽力會因為年紀的關係 慢慢往下降 所以可以的話 讓老師強制戴著口罩上退 可以的話 這樣子戴更好 如果學生身體不是你最佳的方式 就是就醫或是在家休息喔 我好感動喔 其實 我從國中以來就有一種影集 只要我平日在中午以前起床 我就很容易喉嚨痛又流鼻涕 如今 有這個髮條在我背後撐腰 我就不會因為錯過早上的課一直內疚了 小玉局 謝謝你 其實 我還是有很多疑問想要問 那如果心愛的人在路上被欺負的話 我沒辦法戴面具 那我要怎麼使用無敵瘋火輪啊 對了 我還可以變成鋼鐵人啊 我真是天才啊 啊 忘記不能戴面具 喔 我快受不了了 你要把我變成小丑好了 我們警察也不敢對我怎麼樣 哈哈哈哈